欢迎收看《谈谷论经》节目 我是林丽 那本节目由大宗商品专业品牌 迎天下独家冠名 今天是周一 赵丽娅我们又请来了 两位颇受观众喜爱的嘉宾 韩云与王志峰 他们今天又会给大家 带来怎样的观点 那英强今天又会从哪个角度 来解读今天的市场 现在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英强 英强 好 我们谢谢林丽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市场当中 出现了这样一个报复性的上涨 前几天我们就提到了 我是在这个位置上头 你看很多的散户在拼命地挨碍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不看好后市 但是我们提到了3000点之下 都是主力的一个成本区以下 在3000点以下你去买 基本上是抄了主力的底 天天讲天天讲 但是没人心 我们看到在周末的时候 包括我们的央行的行长 周晓川也特别提到了 我们将要将银行里的存款 尽量的赶到股权市场当中来 另外我们还看到 郑金公司也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降息 融资的一个利息出现了一个降低 而且现在市场当中有人说了 你要借钱吗 我说这事又来了 只要是股民 我们说这事就干 如果说这些消息都是周日的事 礼拜日 我们说还有当时还有一条消息 大家可能忽略了 那就是在上周五收完盘以后 当时市场当中提到了 也就是说对我们所提到的一个 盈改增的一个过程 这是从财政的角度当中 大量的释放这种利好 以前央行说了 我们降息降准 这是属于货币政策 那么财政政策就是降息 如果再把养老保险 无险一斤的那个钱再降下来 我相信很多老百姓 真正就能够见到实惠 其实这一次盈改增 代表的是从财政手段过程当中 使很多的企业减少上税 那么对于它未来的一个业绩 也有大幅的提升 为什么在这阶段 会密集的出台这么多的利好 主力被套了 说的够明了 但是我们看到在这几天 您别看着今天这连续涨 昨天连涨 这上星期连涨了几个大洋钱 出不来 你知道散户跑了多少吗 成片子跑 为什么 害怕再回来呗 但是如果说您参加过 我们当时在周六的时候 有一个扭散训练营 当时我们提到了有一概念 当然是融资 杠杆 而借钱满仓透支 跟他干 就这个股市 当时我就这么讲 当然了 说的咱经常提到 有一些人说了 只需买股票 不许卖股票 这不应该他说 其实我再想过来 这刘世瑜上台了 这么一段时间内 您几乎看不见阴线吧 它一共是涨了17个阳线 从它上任到现在 总共就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您说他这劲儿有多大 其实我们说了 他当时说的 只需买股票 不许卖股票那句话 绝对该说 但是到今天为止 我们很多人还是觉得 不可信吧 为什么呢 因为刚解套 我还要进来吗 以前说融资炒股票很危险 不要融资吗 您这么想吧 但是我相信 肯定有一天 你会想起来 早知我在那钱买 我不卖了 早知道在这期间内 我要透支跟他干 我这不又能够回到 5178了 未来这波牛市得涨到哪 或者是先从短期来看 这个W底 再加上三角形突破 它后期的行情 能穿到什么点位 3200多到3300 那到那位置上 就算结束了吗 主力3000点的成本 之下的成本 以上的成本 那如果说只为 挣这200点300点 就算结束了吗 他们可不都是在 3000点这位置上成本 有的还高 尤其像公务私募 他们的成本 应够在356那位置 为解套 给你为解套来的 还是他们真想挣钱来的 后头这波行情 包括众多的利好消息 这样的一种刺激 能将大盘引领多高 一会儿跟他们说 现场还两位嘉宾 一会儿咱听他们聊 我们说看到市场当中 红色星期一 又出现了一个跳空缺口 而且成功站在60天之上 代表着三个月 买入股票的人 平均成本获利 不知道您获利没有 但是他真的就站上来了 但站上来之后 现在没有跟二日天线 形成多头排列 那后期是不是还要等一下 还是说这么一路往上拽 压着空往上走 现在最难受的是谁 持有空单的人 股指期会持空单的 还有就是手上没股票的 要不要追 还在犹豫 有些已经出来了 明儿如果不回 你要追吗 好 今天带着这么多问题 咱来看看今天 当然今天各个指数 都呈现了一个普涨的格局 以前没有什么二八之分了 两个涨 八个涕 八个涨 两个涕 没有 今儿一块涨 到底是什么消息 刚才咱说了这么多利好消息 一个接一个 当然这里头还跟 很多的一些行业基本面有关 我们今天也特别的搜罗了一下 整个市场当中的信息 您先来看一下 今日市场再度飙涨 股指上午高开高走 突破3000点整数关口 午后短暂小幅回调后 尾盘再度拉升 暴收37018.8点 大涨2.15% 中夜版纸同样强劲 早盘高开并维持高位震荡 午后一度回落 最后尾盘快速拉升 暴收2227.03点 大涨2.26% 两市成交量继续上升 券商板块大面积涨停 市场方面 郑金公司发布公告称 自今日起 恢复转融资业务 128天 91天 28天 14天 7天 5个期限品种 并下调各期限 转融资年利率 利率降幅超过30% 分析认为 郑金公司此举 目的是为了增加资金供给 活跃股市交易和人气 资金方面 央行今日在公开市场 进行1300亿元 7天期逆回购操作 另外 公开市场今日 有100亿元逆回购到期 今日央行共实现 1200亿元资金净投放 板块方面 工信部部长苗维近日表示 要深入推进中国制造加互联网 并将推进数字化 网络化 智能化制造为抓手 加快构筑自动控制与感知技术 工业云与智能服务平台 工业互联网等制造业的新基础 培育制造业的新模式 新业态 新产品 前几天知道多痛苦 每个人看那指数 晃在这2800那位置上 当时您知道本节目怎么讲 我说您有多少怨言或者是多少怨气 都没关系 您就骂我们 或者你骂谁 或者骂庄家 骂这个 骂这个监管层 你随便骂 但是不用拿你手里的股票撒气 因为你在那位置上要把它卖了 就不可能有今天这个位置的获利 我们说您想去 您说这哪个节目都说 你看有一会儿你再去看 好多节目 咱说了从三点之后 每个人都 你看我说对了吧 这行情肯定讲 倒倒去 我不说 您倒倒那节目 你就知道 他们都怎么说的 我不说 那为什么当时跌成那样 您感觉害怕 你以为是我给你造成 我不说 咱这节目从头到尾 天天就给你打气 告你买这大二浪 准备起主声浪 我天天在说 我是第二浪的一个基本形态 什么样子 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景象 在这个位置上 为什么这么做 当初曾经有那些股票 跟现在大盘走的一模一样 我不说 我让你看见 我都是有图有真相的 而且包括咱在节目里头 每次说完这些东西 都是搞的 这扛住了 这叫寂寞高手 越是在这个最后关头 别倒下 别趴下 马上要解放了 您再来个叛变了 您说这市场当中 就多空两个方向 您就赌不对那头吗 好 回来再介绍一下 今天到场的两位 一位是韩云与王志锋 刚才林里已经介绍完毕 那我们回来再看一下 想听听韩云 志锋 你们两位对于近期市场张东 战回三千了 前几天的那些不痛快 一下就扫光了 我当时说了 这股民就是记性不好 反而连着三个阳线 马上就把曾经那痛苦给忘了 我想听听您怎么看待 这后期行情的发展 我记得我们俩在做元宵节目 没错 记得吧 那个跟 元宵春联节目 春联节目 我们当时讲行情在上半年 那么也是 那秦姐 我们说那秦同志 我们也是PK获胜吧 应该说 他死活不认为 可能他们营业部 会等着下半年去做行情 那么回过来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 就是前段时间 我一直讲 就是这个 现在炒作 我们知道炒得最凶的 那个板块叫无人驾驶 其实去年 下半年到今年的初 那个大盘是 应该是处于一个 无人驾驶的状态 整个大盘是无人驾驶 没错 但现在变成有人驾驶 为什么有人驾驶 因为前段时间我就讲 社保在下面 我说你要给他 有一个建仓的一个 不是当时说了 而且他说拿出100个亿 买了五家基金 都高了 所以每次来 我就告诉大家 我说社保在建仓 然后沪港通 每个连着留着 100个多亿就进来了 对了 那么我们预测当时是 我因为一直在讲 是三月底四月初 那么由于政策的推动的话 它现在的那个行情 应该提前了 提前一周了 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行情 我觉得你先前有一句话 是说的特别对 也就是说 主力套在那个地方 没错 就是没有一把行情 就以前比如说你说1664也好 998也好 或者怎么样 大部分应该是散户套在 全部套在高位 没错 那么这一把 我觉得很清楚的一把 就告诉你 你先别给我看经济数据 看宏观 宏观西门面 你先给我就看 什么时候 它到了解套的位置 不 这正好咱回来说了 你看当时 咱知道有几个 非常明确的 主力买入的一个区域 第一个是在这个区域 这是当时第一轮 当时一共是每天出力好 主力在这儿进场护盘 这是一个区域 还有一个区域 是在这个位置 我们说当时 把市场当中融资 一倍杠杆 从五倍杠杆 一直杀到两倍杠杆 全部杀干净 应该是在这儿 基本上接完 然后公募和私募 当时做到八八魔咒 就在这个平台 剩下当然咱知道了 社保再加上 护港通的真正大主力们 都是在这儿开始进入的 但是如果要把 把这四块 整个主力抢货的一个位置 做一个平均值的话 应该在3300 3200 也就是这次W底的一个目标位 所以现在公司目 很多公司目还套在 对 现在还套 套在位置 并不是说是这两天涨了 他们就盈利了 还没有远远还没有到 因为跌30% 往上得涨50% 对 还没有到这个位置 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大盘 现在首先有一点 我觉得从技术面上来讲 就是我们先不看月线 讲月线那么长 从周线级别来讲 它首先就是一个周线级别 我们可以把它确定下来 就是它是周线级别的一个上升 那么这个 这个我们先把它看到这一段 那么政策面 我们就不多讲了 反正我认为后面 只要那个 我说过的银行股里进去的 那个主力资金 圈商股进去 圈商股是我周一 就上周一跟大家讲的 我特别就是提醒大家 注意那个圈商股 如果行情开始的话 圈商股将会涨得更凶一点 你看今儿都 所有的股票都涨停 对 圈商 开盘以后就是 圈商全部往涨停满方向去 那么我觉得就是 在这样的情况下面 我认为后市政策 如果说不是涨得特别过头的话 政策应该是偏暖的 应该后面都是偏暖的政策 不太可能出台就是 比较针对于资本市场的 比较利空的 而且我们看这两天的动作 我也看到非常有意思 就是既然未来 就是我们因为从长线来讲 它还是要推注册制的 现在只不过暂缓 那么它现在其实在做一个 治理式的作用 这两天你看一些亏损股 一些ST 已经开始做一个退市的 一个准备了 所以这个也是 我认为这一届管理层 我觉得话不多 但是你从它的蛛丝马迹当中 已经看到 其实我记得最深刻 就是只需买股票 不需买股票 这句话我记得特性格 但是他后来说 有人说了 你不应该讲这个 其实我刘儿鱼 我其实就该讲这 别的话都是假 他的行动上 已经表现出这样的一个行动 那么第三块 我觉得就是心里面这块 那么现在为什么 你刚才也说了 就长一长洒布就跑 就是因为真的被伤害的 比较怕 比较怕了 所以都是那个样子 都是小白兔的那个状态 大灰狼稍微 稍微那个抓牙舞爪一下 赶紧都跑掉了 自留一下就跑了 所以我们说 刚才咱说了320032003 那主力还没解套 对吧 所以现在我认为 这个市场主力 就是你既然这一波要上的话 那么这一波 你要打出样板来 打出模板来 就是让市场能够 慢慢进入一个稳定 而不是风吹草动 就是要撤退 那么我还想补充一点 就是我认为 这一波的救市 就这一波自救 就作为主力自救也好 国家自救自救也好 这一波的自救 我觉得是必须要做上去的 我认为如果这一波自救 都做不上去的话 那我们不堪设想 这个后面怎么办 主力截不了 对 不是我不说本地 包括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或者是减税 等一系列东西 全都给你用上来 包括你刚才说的 我这两天已经接到电话了 一比三 一比三 融资 要借随你借 对 那么你想想看 连这样的宽松都出来了 就以前是紧箍咒 现在是开始 慢慢慢慢开始释放了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面 那你说 如果再做不上去 我觉得是有愧于 有愧于这个市场 我只能这样说 不是就你主力都买满了 你想这市场当中 百分之七八十的筹码 都在你手里了 剩下九百分之十的筹码 在散户手里 还剩百分之五六 在那个 所以我觉得这种 机构手里的 这种震荡的上扬的话 我们就踏准节奏就可以了 你不排除它中间 比如下半周 给你来调一下 或者下周数给你调 对就这种节奏你要踏 就踏得比较准一点 我觉得其他的 我觉得没有什么 特别需要再叮嘱的了 因为我觉得 接下去你就是选好 一些中线的品种 怎么样积极地来滚动操作 好 一会我们再听 这次是现在券商 是出路争容 这行他已经领着头 整个板块带起来往上冲 我再问一下志峰 想听您怎么看待 最近的这行情 你看这连续这三天 扬钱一起 大伙就忘了 如果还有很多的投资者 还忽略了很多 我们来看一下这屏幕 我一点点给您回忆 你知道我怕您忘了 咱来看一下 我当时这刚才韩云 只要一敲到周线 我就想起来了 我曾经在这个位置上 跟您讲过一个概念 什么概念 我说每一次大盘 KDG回到20以下 就是那最低点 您记住这话 这是当时从周线角度 还有我们所提到的月线 月线每一次大盘 1664是这样 现在这个位置也是在20以下 998也在这个底下 18492000点都曾经在这些位置上 出现过最低点 然后向上的一个急功 那在这位置上 现在已经出路征容 这是我想听听这志峰 你怎么看待 从这个位置上 能不能够2638 现在还有人说 2638不是你 有人说得看到2400去 还在讲 就这样的行情 还有人在讲 我想听您什么看法 好的 2638近期的底 应该是比较明确的 虽然我也看空过 在3000点到3300点说 2016跌出来的机会 当时也就看2600 既然跌到2600了 机会来了的话 肯定是做的 听到你们刚才两人的交流 我也热血更加沸腾了 那可不 您也借钱满仓加透支 我这想起我上周四之前 给一些朋友讲到的 我这个时候 你那三分之一参议 千万别动 别去做打架 持股待长 留到这周 从目前上来讲 后面如有震荡 你还是继续留着 后面新加的 或者短线调制换股的 可以最近多做一些短线 是 因为底部 憨实比较大概率 这个回探的时候呢 是一个再次的买入机会 希望大家知道 我就是怕他不回 我这不是说他们这样 他回的 我倒高兴了 回了完了 散户花又都跑了 应该还要回 你这儿回一下 他就跑这样 应该还要回一下 我弄了几张图 给大家看一下 好 您接着说 我把那图给您撬出来 首先我们看看第一张图 不是 您接着说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曾经有不同的指标 给大家针对股指的走势 来给大家说明问题 因此 谢谢 没敲出来 您接着说吧 那么这种说明问题的话 相对来说的话 就是对不同的情况下 使用不同的指标很好 我们在这之前的连续三周之前 我们曾经讲了 我带了一个价格趋势指标 那么这个价格趋势 告诉你 这里是一个底部抵抗心态 一旦确立 就是往上翻的 而且我们讲 16到18号的一个节点 最晚的话 24号也会往上突的 所以这一点呢 我们当时也有说 我看的是比较更激进的 是中旬会有变化 目前今天走势上来看 竟然图没出来 两种办法 一个我简单讲一讲 第二种呢 你看看我博客也可以的 这个地方我们看 今天的话 它其实一浪比浪高 是上阵指数 而且一窍四军叉上来看 它是春节之后 是两次军叉形态 就算第一次是护盘 但也它超过了89军量 这两三天又超过了89军量 而且大于护盘时期 那个在两会期间 我特意讲了 后面只要拉伸 一旦超过这个护盘的这个量 就是看高一线 目前这个所有的情况 都是说明了这一点 那么因此从短信上来看 那个元旦之前的高点 到这个2638的高点的话 按照技术分析来看 38.2 50或者62.8 目前第一线已经站稳了 低线站稳了 短线这个地方 可能会一个强势的 一个横盘震荡 包括开日线级别阴线 前面我们看的相对来说 主观预望比较多 那么这个地方震荡的形势 我可以告诉你 有点把握不准 它到底是接着往上冲呢 还是横盘整呢 还是来个日阴线呢 这点我有点堪复准 好吧 您假设一下 它估计有可能 来 我们再看 再讲来创业板 我把创业板打算 您接着说 您就知道我的假设了 创业板呢 它是在最近呢 是形成第一次警察 两人上来了 上周我讲了 第一目标 先把春节那高点 给我拿下 这是个大的区间 这儿二五零 对对对对 就属于这附近 目前就属于在这个附近了 所以这是第一目标完成了 而且离五天线 离十天线 有点远 比较远了 有点远 MACD呢 它是属于到一个 灵州的一个临界点 如果说是慢慢地涨到临界点 它是发力的 如果这个时候拉了这么多 这个地方是发力呢 还是一个回调 所以我讲把握不准 是在这一点 所以我希望它有一个 回敲五天均线 再来一个拉伸 那么这样的话 就会形成什么东西呢 既满足短线课的愿望 又满足踏空的私募的愿望 又同时便于机构的调章换骨 那么这样的话 那么可能会走得更好一点 这个地方先调一下 还有一个好处 因为我们讲了 每月下旬都会有个大的震荡 你如果先调一下 这个大的震荡 我上周就讲了 可能就没有 这里上去就是没有了 所以说如果这样再走稳点 那么我还可以攒得起来 你说这我想起来了 每个月的24 25 26 27 反正就这几天吧 很难逃的一次 对对对 然后如果要碰上了 就整个是沾上死碰上亡 但是今天是21号吧 应该是21号 对 好像离那位置 还大概有个五六天 四五天 两天之左右 所以说今天这个图 图可能我发送晚了 这个向大家说声对不起 你要看了 真的你就看王志峰博客 你去看一下 比一目了难 另外一个呢 我为什么这个地方最好调一下呢 因为这两天是什么 春暖花开 阳光明媚 大家都去踏青散花 而且看樱花的人特别多 看那个那个 印山红的人特别多 包括去外里什么武大看樱花 景阳山大学看杜鹃花 人满为话 这很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今天不 今天的行情呢 包括上海的孤孙嘛 也是这样的 人满为话 所以说今天的行情呢 就有点像 所有人都扎着看樱花 我的意思呢 你就稍微的回避一下 等它回调再介入 比较好一点 一般买路嘛 一个是突破买路嘛 没错 除了打底仓之外 那三分之一 我前面讲不动的 后面买的 一个是突破买路 这个回销买路 是 你就干脆 你如果现在还是参为新 或者已经有减辞的 你就等回敲买 好 好吧 好 这是您的一个观点 回来我再问一下韩云 想听听您在近期的时候 上周您也特别提到了 一个券商板块 我们看到 当然今天是格外的亮眼 因为所有券商板块 全封在掌听板上 我想听听您在后期 这个板块 如果要是说短期没玩上的话 还有哪些 能够值得大家近期 重点关注一下 好的 那么 上周讲的几个板块 我说是刺新股 刺新股 对 一般每次都必谈的 我说越跌越买的几个品种 那么现在刺新股 我觉得它意犹未尽 今天因为整个市场 是因为在拉券商 然后在拉一些权重股 大家看到 想不出它们来 想不出 今天汽车股也拉 但这些品种 因为都是属于权重类的 今天资金也是需要 这个地方 就是供3000点 这样的一个整数位 需要权重股去推 但并不说明 刺新小白就就此打住了 那么我觉得今天 当然有一部分 还是今天比较顽强地在涨 那么我觉得 这个趋势应该 暂时不会改变 因为我觉得 这个刺新小盘 我一直讲 它其实 不要 你们不要看权重股套的声音 它主力也是套得非常非常深 没错 所以这个我们从本质上讲 就是一个自救 就是自救 所以这一点 我觉得就是刺新小盘 大家还可以 就是回调的时候 继续关注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我觉得就是供给侧改革的 那个低价国企股 它已经是在那个 就是修正轨道的当中了 因为它这个轨道通过 一定一定的斜率下跌以后 现在就慢慢在修正当中 所以我觉得大家 还是要特别关注 这些国企的 那个改革的这些 这些品种 因为你看 就算退市的话 我今天看了一下 也都是一些民企退市 那么既然你要有 这样退市的榜样出来了 那么也就是说 一些威力的 接近亏损的 一些低价的国企 我相信他们应该是 在这个地方 会有一个鞭策作用 可能就加快充足 所以我觉得 大家更要关心 尤其国企 跌破竞产下的 那就叫贱卖国产 所以我一直讲 越对越买 就是这个国企 低价国企股 那么第三块 我觉得还是 这段时间就是军工股 还是要注意 军工股现在在下面 比较活跃 但是还没有走出 我觉得在整体的 一个上涨当中 它还没有走出 它往日的雄风来 但是它必须要走出 必须会走出 这样的一个雄风 所以这个三个板块 我觉得从本周来讲 大家可以继续关注 这样的一个 因为毕竟这是一把 就是我认为 就是讲得再透彻一点 它就是吃饭行情 没错 就每年的吃饭行情 大家看 到现在它不光是没吃饭 现在还亏着 还欠人 对 现在还是 刚刚起来的时候 吃饭我有点盖帮的概念 等它以后再能够到 白富美等高富帅的时候 它吃的会更富裕了 所以我觉得这些板块 这些板块 大家这一周的操作当中 如果说有震荡回调的时候 特别关注一下 好 这是您重点关注的 我回来再问一下智风 想听听您最近 有看好哪些板块呢 如果要说论短线的话 当然咱就说了 你们两位都是 每礼拜都要来一次 那最好是这礼拜 能够有所表现的 给大伙来介绍一下 好的 短的 短的 看着老了就不说了 这个春节的时候 我们讲了供给测和虚拟现实 上周我特意讲了 人工智人 智人机器和高通转 表现不错的 那么这一周 我确实是带了新的来了 我看了一下两会的一些东西 和一些讲话 我们也要学习 这里面的其中国企改革 我觉得还是要关注的 国企改革的话 我同意刚才 还有讲到对于国企 这样的一个关注度 但同时的话 也要关注的是低价国企 对 我这里面有点区别 还要关注什么东西 本身有些国企 它有些争持 或者重组定征的价格 低于那个争持价格的 尤其是12份到最近期间 低于争持价格的 你可以短线关注的 是第一个 第二个还有什么 国企之间的整合之外 还有民企跟国企 或者民企吸收国企 这种整合有时候 对于是居民融合 想象力可能会更大 如果盘子比较小 因为大的国企 可能一两百亿了 有的国企 有的民企跟国企整合 它可能一百亿 四十字以下的话 所以说这个时候 它可能会有更大的机会 所以大家可以从这方面 对一个国企的研究 好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什么东西 我们原来讲供给测的时候 老想的是做减法 这是我听到一个 供给测还有一个做加法 那么做加法 我先摆出老的传统行业不管 我们现在包括工信部的部长 他也讲了 他马上有十三五的各种规划 最近要不断的推出 没错 那么这些新的行业 其实根据工业关系上来讲 还是属于什么 先找需求 其实它供给测的含义就是 只要市场有需求的 我才去生产 如果市场没有需求 我生产那么多东西 所以我这里写了一个 我不知道这个提法 对不对 就是加大对什么供给测里面做加法的企业找 我就抛开包括不管是传统产业 我就新的产业里面 钢铁 煤炭 有色这些都已经在做减法的 就是刚才我们讲自然机器 大家可以看也还是属于这个方面的 对吧 自然我们中国用量是最大的 包括无人 无人自 人工自然 其实这块的自然也是什么 他们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无人机 无人驾驶 也是属于高级自然 所以从上周开始 无人驾驶也走得好 今天下午呢 无人机也走得好 而这一块的话 还是属于什么 还是属于这个慢慢开始培养需求 会有快速增长过程 所以这块我觉得大家可以看看 当然提出一下 无人驾驶暂时不要追 有的各顾三个涨金板了 空涨 也许明天有 打开你也不一定追 所以在这里震荡一下 抓第二波比较好一点 后面跟上的是无人机 你可以这样看看 另外还有一点呢 上周五有一个板块移动 今天没有动 因为今天券商太亮丽了 没错 什么没有动呢 我们就想起了 很多人吵机器人的说 昨天开始 德国总理到中国来了 一直到24号都在中国 那么德国什么最好的机器人 所以上周吵了机器人 那么来了之后 有个板块为什么移动呢 核电 核电 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们跟英国谈了核电合作 但是航情不好 没有响声 如果德国总理来 如果这方面是核电 会不会有 也有协议呢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歧视妙想 如果是一旦有动机的话 那在今天的时候 你觉得这里头有没有 当然也看不出来 哪个板块都有人在抢 我觉得有了 核电里面也可以有 也是 你看那个老的龙头板块 这五是大阳线的 当然这里一旦整理的话 万一有什么刺激 信息刺激的 不排除 还会拉伸一下 而这些东西 又是中国的高端制造 比较好的东西 对 能扫出去的 而且这个是属于 这个它推荐市场的工具 是需要做加法的东西 这就说比原来的产能 要大得多 可能中国现在这 这个逐步的一个 加大产生的过程 十几个核电厂 但是如果要说 你要把国外的这块 都算上的话 可能会更多 对 你加大产生的地方 那就供给测子做加法的东西 没错 我不知道这样说法对不对 不 其实应该是 我不说我们按需生产 别在这市场当中没需求 你玩命生产 那没有意义 对吧 又是浪费资源 又是浪费人力 又是耗能 又是所有的东西 最后都积压库存 这不又来了吗 所以说其实真正的供给测 是测供需 就是需求 其实是一个供 一个需的矛盾的一个 把它转换 但是我们操作股票里面的时候 权重的话 大家更多的是 从价值和估值来看 其实这种体财股 有时候它可能会有 市场炒作因素 对不对 但是它们涨起来得挺快 像一般跟神剑神医一样的 一下子拉起来 但是的话就别忘记了 股票操作本来就有投资 是跟投资两方面结合的 没错 我奉劝那些还在看底部的人 不是说你从那个6178点 能直接看到1664的 中间也有过反弹的 对 不是说你3478点 就是直接能看到那个1850点的 对 中间有很多吃饭和大波段行情的 没错 对吧 不要认为你能够一下子 我一下子能看到最低点 他们都得等着经济数据 那GDP最少得翻到那7以上去 那去研究所 搞研究写文章去算了 好吧 当然咱很多节目就用的 就是那样的人 好 我们听完这两位的观点之后 当然刚才也有观众问 因为今天这个制风的图 他传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说了 那如果您需求的话 明天我们是在微信 就是唐古伦亲的微信群里头 也会传给大家 同时往上传 好 我们听完两位观点之后 下面进入我们唐古伦亲的 另外一个小板块 微信连连看 大家好 我是露露 欢迎来到今天的微信连连看 从上周末开始 我们的市场就出现了 放量上涨的行情 那本周投资者需要关注 哪些财经事件 一起来了解一下 首先 根据护身交易所定期报告 披露时间安排 本周两市将有274家上市公司 预计披露2015年年报 另外本周将有三只新股申购 分别是今天的赛福天 周二的景嘉威 和周三的康普顿 再来看资金方面 本周公开市场将有 2000亿元逆回购到期 均为7天期 且有国库定存6个月期的 600亿元到期 另外 博奥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 将于3月22号至25号 在海南博奥召开 此次年会主题将延续 过去两届年会的主题词 亚洲新未来 新活力与新愿景 博奥亚洲论坛秘书长 日前就表示 今年年会议题包括 创业创新 互联网家 重担世界 宏观经济的新问题 新现象等6大方向 另外最后 苹果2016年春季新品发布会 将于北京时间 3月22号凌晨1点举行 相关产业链上的上市公司 获迎来资金关注 那以上是基本面的一些情况 大家可以查询一下详细内容 另外今天大盘 是继续逼空上涨 已经是突破了3000点 我们来看看 今天的一个主题投票 投票叫做 您认为大盘本轮反弹的 第一目标位是多少 A选项是3100点至3300点 B选项是3300点至3500点 C选项是3500点至上 D选项是今天已经出现 本轮反弹最高点位 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 积极参与投票 再来看看今天的技术问题 这位朋友是提到了 印象您好 我想请问一个 关于SAR指标的问题 我手中个股连续两天都是红点 但一个红点在K线下方 一个红点在K线上方 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形 是何含义 谢谢 那问题请英强给您解答 微信连连看就是这样 好 欢迎回来 那么刚才他提到这个SAR 他说的这手里的这个股票 一个是同时 底下出俩红点 但一般出完红点的时候 我们当时跟大家讲过 这SAR指标 我略微来跟大家回忆一下 我们讲过的一些知识 SAR这个指标是拉里·威廉姆斯 当时就是创威廉指标的那一位 当时同时发明了这个指标 当然还有DMI 也是这位大人 创造的这个指标 很多人对他并不是特别熟悉 但是SAR是一个 也是叫趋势指标 也是一个趋势指标 而且叫抛物线指标 这个指标为抛物线指标 那么正常的一个理解 也就说了只要是一个绿点 它就是往下的 一个红点它就往上的 但是如果是只局限在这样的一个角度当中 应该还是并不是特别的正常 就是说正常的理解了这个指标 那么经我们仔细的一个观察 我们发现 这个SAR有一个特点 就跟我们当时所提到的 这个均线共振是一样的 均线共振的这个理论 有很多的一个相似点 为什么这么提呢 因为在这个位置上 您仔细回去 当然我这个画面上 可能您看的并不特别清楚 这个画面上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就是当这个点从绿的变成红的 您的第一感觉 这不是要涨了吗 对不对 从绿到红 您那里头肯定的也能反映出来 绿点变红点了 您第一反应是涨 但是您记住了 当它出现第一下的时候 也就是说第一个变这个点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个拉回的动作 我们说有一个拉回的动作 在这个位置上 在这根阳线上头 绿点变成了红点 然后它连续着两天有一个拉回 拉回完了以后继续向上 我们说这是 然后它是继续向上的一个走势 同样的 如果说在高位 在这儿如果说跌破了 这不是红的变成绿的了吗 你看这不是红的变成绿的吗 记住转天 它都会有一个反弹的走势 包括在这面也一样 您看当时在这儿 绿点这是红的变成绿的了 点一翻上去 它就连着两天 有一个反弹的走势 那么也就是说 避免我们所提到的 您在这个位置上追杀 或追涨的这种动作 避免这个动作 那么如果说了 它连续的这样的话 连续的点点点点就这么跟上去了 其实它是让你一路持有 当然它每一个点 每天往上走的一个距离 幅度都不相同 那您仔细观察 只要价格一跌破这个红点的价格 这个红点就会跑到绿点上去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设定止损位的一个概念 其实当时拉里维连普斯设定这个指标的时候 就是告诉你这个红点 其实它是不能够被跌破的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当然它怎么算出来的 我觉得咱也没必要 你把那个公式记得很详细 你就看那点就可以了 那个点算出来了 机器给你算出来了 那个点一破 它的一个抛物线点就跑到上头去 但是跑到上头的那一下 它会有反弹 我不说本来应该是卖的 但是它会给你一天到两天的一个反弹 反完了以后它还会再下来 您就记住这个跟当时我们所提到的 这个均线共振很相似 就是它的一个作用 和它在我们实战过程当中 所能够起到的这个特殊效应 所以您就仔细去看 包括很多的指数 包括很多的个股 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出现 也希望您能够 有的时候您可以参考 这个指标的一个应用 好 咱们这个微信连连看 就先连到这 我们刚才听完现场的两位嘉宾观点之后 我们场外的嘉宾 也要对今天这样的一个站回3000点 放量中央 有一个看法 我们来听一下 今日两市延续上周的强势 继续放量大涨 从大级别来看的话 在之前节目中已经给航行做了定性 反弹的第一目标位是看到3200点到3250点 但不能排除行情以持续逼空的形式展开 上涨的空间幅度也可能超出市场的一个普遍的预期的可能 而从短期来看的话 市场在此位置会出现一次小幅的一个震荡 但不会影响整体的一个上涨格局 定性上目前是处于一个主身段 可以积极参与 板块方面的话 继续看好券商 房地产和供给侧等权重板块 对于中小创的体财股 需要等待创业板指数 突破2月23日的高点 完成底部形态之后才做考虑 两地市场本波的上升 目前应该是正对半年线的一次反弹 那么户指的目标就是3150 创中指的目标就是2750 总体的市场我认为依然是创小板领先 户市大盘股断后 今日盘中 短线由大盘权重股集体上升 这是一次短线要进入调整的 一个明显的信号 又加上今天是第一个2638以来的 第三个四个工作日 操作的原则依然是 只对自己研究的熟悉的个股 进行长期的跟踪 中长线我认为安防新能源工业4.0 和生物智能依然是中长线 可以反复运作的个股 欢迎回到谈股论经 那接下来有请英强为我们带来 今天的股市聊聊吧 好 欢迎回来股市聊聊吧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讲解 那么累积成功经验的清单 我在上一期节目当中 特别提到了有五种方式 也就是说您利用以前的这种 积累出来的 或者是在市场当中 统计成功概率较高的这些经验 作为您以后操作当中 必须要实践的产品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就是说你每一个步骤 每一个步骤 遇见这个情况了 你就知道要有人来送钱了 遇到这样情况了 就知道在这儿我得要离场了 要有几种方式 上期我们讲了五个 我们来再看一下本期的 利用指标的熊市和牛市贝离 我们说在周线级别当中 我再讲一下 在周线级别当中 当时我们看到2850点之后 市场当中再次创新低 2638 那么周线级别当中 就出现了我们所说的底贝离 也就是牛市贝离 就这种概念 看见这种概念 或者在日线级别当中也出现过 也就是说利用这个指标进行参考操作 第七是利用趋势线突破与跌破 作为您的一个进出场格局 那我们回来得看一下 您还记得不记得 当时我说在这一次行情当中 大盘一直涨 一直涨 涨到了3684 然后当时有一条上升趋势线 后来给跌破了 然后跌破 然后就一直跌 那么在这儿做了一个底 底完了以后 您还记得当时我在这说了吗 我说你看2638 然后在这转转转 它给过去了 你记得当时有这么一天吗 我说你既然知道 上升趋势线的过程当中被跌破 后都是这样的一种跌势 那么下降趋势线被突破的过程当中 你为什么不敢在这个位置上买 告诉你那点是多少 2820点附近 当时被有效的突破下降趋势线 我在这个位置上连续讲了三天 就这下降趋势线突破突破突破 你既然看见突破在这儿是个卖讯 为什么不敢在这个位置上 作为那个买进的动作 当时就在这儿 我说你仔细去观察就行 那么利用K线及形态的拉回效果 我们说每一次包括均线共振 刚才在讲的SAR等一系列指标 那么这样的一个K线 或者是我们所说的跌深的一个反弹 也是可以利用这种K线的一个形态 来做一些反差或者是逃命 就这种东西都可以去做 第九是利用价格形态 像W底 你看最近的行情 W底 曾经的M头3600多 3680多 然后到337几 好像是这样的一个幅度 M头1比1等长 跌到这个位置 这都是应该能操作的 三重底 头肩底 等等等等 我们说这些技术形态 包括最近我们看到很多的个股 又走出圆弧底 三重底 我们说这些都是 还有包括一些V型的 第十利用反转日的突破 买卖点 什么意思 就是说当它突破 我们所说的一些重要时间点的时候 是以跳空的格局 出现了一个缺口的一个走势 利用反转日 倒行反转 或者其他的一些反转 或者上方跳空下来的一个 下方的一个 往下跳空的这样子 带着缺口的这些位置 突破的买卖点 突破趋势 趋势线 突破颈线位 突破平台 往上突破 往下突破 反正都是能够突破 我们说 利用这些曾经所学过的技术 那么在市场当中 熟练的运用 而且建造这种形态了 我们就像那天说 其实W底是在什么位置 2933 对不对 这是您清楚的 那曾经的一个警线位 当突破那个点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追价的这种意愿 还是像我们很多散户朋友 我不说那周五的时候 他突破的 我就跟您讲了 我说我在市场当中 看到的大部分的一个资金 是散户拼命的跑 就是2933那个位置 散户拼命的跑 主力拼命的进 那你觉得 赢家跟输家 其实就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头 就是高下立判 输赢就决出来了 包括到今天 您看这阳线拽上来了 我这天 量这个大 3800亿 第一次互申两市夹在一块 怎么样 万亿水平 万亿都是谁进的 你看了半天 还是散户在跑 主力在进 您就想吧 什么叫做专业 这就看出来 我们很多投资者 这种心态 一直就没调整好 我没说了杠杆 满仓 透支 融资 怎么来 怎么弄钱 就往这里去 其实我不说 您仔细听听 最近那都快急了 还不买 现在不买 更待何时 应该是这么去理解 最近的一些消息面 好 我们听完这段 股市聊了八之后 我们下面还得进广告 广告回来 有明日想先报导人 别走开一会儿见 欢迎回来 那在听完了股市聊聊八之后 在明天的操作当中 我们的投资者 应该关注哪些重要的点位和指标 马上请英强带来明日抢先报 明日抢先报 今天这个图形走的 格外的亮眼 为什么呢 它又站上了三千 又做了放量 我们来看一下 上证综合指数日线图 均线呈现是多头排列 上涨常态不变 明日的重要支撑位 在今日的跳空缺口下眼 2980 你想往下走 对不起几位 在这个点之下 您就别再想了 我不说吗 这个是不可能 再让你没事到这儿来溜达来 我们说这一个重大利好 出来的跳空缺口 您还以为能回来吗 今天收盘点位是三千零一十八点 记着点这位置 指标进入多头区域 本轮行情是嘎空头特征 什么叫嘎空头 刚才不说了 股市期货那放空的 走不了 没货的 你想等着回调进 不给你那机会 这就是嘎空头 嘎空手的这种现象 坚定持股 主升浪开始 积极介入 我当时特别提到了 从这位置一直杀到这儿 这是大二浪的调整 大二浪的调整 这一浪一共涨了多少 一共是涨了三千 我就按两千到五千一百七十八 三千一百七十八 我就按这数给你算 他这数你要论涨幅 就是按照两千六百三十八 加上这个数乘以1.618 自己算 我自己都不敢想 我就这么看 你不敢想象 他得最少八千点以上去 我看就这数 主升浪 您觉得有多高 我说我自己 我只是告诉你 这大主升浪起来 反正有一个算一个 全摁堂 都不都看不好 不用你看好 他自己会涨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告诉你 积极介入 主升浪积极买入 甭跟你说什么调不调的 咱来看一下 上证综合指数60分钟 因为我一说调 很多人就说 你不说调 仓位一定要保持在七八成以上 你盘中可以做这种提加零 但是别瞎做 我们看一下 均线多头牌力 上升趋势延续 MACD运行22个小时 会遇到时间的一个极限修正 一般24到26 但趋势已改变 拉回积极站在买方 分时调整 空间不大 保持较高仓位 持股待涨 这个说了 当天你可以把它扔了 然后你再回来夏令买回来 当天最好能够保持 因为它就是这么 嘎着空手往上跑 我们来看一下创业板 创业板 它是另外一个位走势 创业板指标日线图 均线呈现黄金交叉 上涨常态的一个格局 明日的重要支撑位 在五天县附近 五天县那位置离得还远 越过2250点 为破底翻的走势 因为今天收盘点位 是为2227 大概和这个位置 还差23个点 如果明天往上冲 冲过这个点 当然更正确的是49 249 我说50附近 就是为破底翻的走势 破底翻的格局 就是不是盘就是涨 底部确立 但短期乖离较大 可逢五天县介入持股 我为什么说乖离较大 为什么还要写五天县买进持股 我说的买进的人 我是对那些没上车的人说的 当然对有股票的人 我说你就是持股俩字 因为你也不会做 我们说这种趋势的行情 什么技术指标都放一边上 趋势最大 我们说你最好高兴去画一条趋势线 不破 或者是挨着五天线 五天线十天线多头排列 你就拿着它 说再多 怕你说乱了 我们来看一下 创业板60分钟图 我为什么要说创业板在这短期有这种 均线多头排列 上行结构未变 三角形突破 目标位在2260附近 一安一轨道线也在此 不可追 可以逢低买 然后直线距离 220点 那么从这个位置往上走 今天是涨了200点 就从这个颈线 就是一比一等长 三角形的一个形态 你问我三角形突破 目标位就在2260 今儿最高是2234好像是 那么应该是在2260左右 2260左右 那个位置上应该有一个短期的压力 但是三角形完了以后 我们说它还有后续的一个破底翻的格局 就是不是盘就是涨 所以这就是我们告诉你 您在近期有股票的 您可以拿着做一个短差 但是当天最好有一个能做回来的 但是没有的 风低买 不会做的 那就这一概 好 我们这明日抢先报就先聊到这 下面我们得进广告 广告回来 我们再请现场的嘉宾 就时间窗口的问题 跟大家再好好地聊 一会儿见 好 欢迎回来 我们先进入一个抽奖的环节 看一下屏幕 好 停 恭喜屏幕上这位观众 您将获得由飞科智能电器提供的扫地机器人一台 我们回到现场再问一下两位 其实我们说马上三月份已经到了中下旬 那么如果三月份还有剩下这几天 刚才我们听志峰也提到了 总总每月总有那么一回啊 尤其到下半月尤其到月底的时候 我想听您觉得在后期哪个时间点更为重要 两个窗口 23号 23号是个小窗口 两天以后 然后那个28号是个比较大的窗口 对 28号 28号 好 我一听这数的下 我再问一下志峰 您怎么来看待啊 就说未来的这个时间窗口 应该可能两位 不管是用费波那些数列 还是用其他的一个将理论的去算出来 是不是能够有一个碰河的一个地方 好的 其实都差不多吧 那个今天上阵指数涨 涨到这个地方呢 我又看见又在画那个压力线 其实离这个压力线站住呢 还是差一点点的 所以我原来曾经讲10号龙抬头 是 没有抬起来 上周我也讲16、18号还在龙抬 还会龙抬头 最时24号龙抬头 结果16、18号就起来了 是 那么24号现在接近也就两三天 所以这个地方它会有一个短线的小高点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地方下来的话 阴线的话还是一个买的机会 所以这个地方 你说再来一个大的震荡的话 我就觉得 所以说我觉得这两天呢 就不要太过于激进 可能会更有利于后市 是属于这样想的 好 我们正好提到了这个图 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的一个大的趋势线 刚才智峰特别提到这个下降趋势线 其实这是5178 和这个位置是3684 正好的连线应该就在这附近 今天应该是3033点 对 如果要是说它过去的话 其实按照我们以前 刚才您看那个明日抢 这个股市聊聊八的一个概念 突破我们所说的这样的一个 重要的下降趋势线的话 过去这种 还有一条 就是2月份 3月份 我说过话 这儿 这儿还有一个平台 不 2 3月份 对 这个一压 所以这两周是一个支撑 然后这个春节这个高点的话 也是个平台突破 这是个双平台的突破 好 所以这种双平台的突破的话 这种亮人下来 应该是再次 我就怕他不下来 好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 首先感谢现场的两位嘉宾 也感谢电视机前的 您对节目的一个大力支持 愿您在明天的操作过程当中 圆满 顺利 挣钱 我们明天见